因為郭哥的領軍是非常嚴肅跟嚴厲的 他真的是氣到就是脫衣服 就是黃隊的衣服這樣脫衣服 然後就說算了啦 領隊不當了啦 你們愛怎麼比怎麼比啦這樣子 真的對我們非常的失望 隊長壯壯進全明星 每天哭著醒來 郭哥爆氣脫團服領隊不當了 小路亂闖 樂天桃園隊的啦啦隊女神壯壯 加入全明星第四季後 成為開播以來首位女隊長 But從鍋底大翻身被網友酸說 終於有事做 氣勢壯撞壓力爆棚 我應該算是滿像氣氛擔當 或者是團隊裡面的吉祥物 真的很難料想到就是在全明星第四季 以郭哥的這個領軍手法 會選一個郭底來當隊長 但是後來跟大家聊聊了之後才發現 其實我在中間的這個角色 對他們來講其實滿重要的 就變成一個 欸 郭哥是黑臉 我是白臉的角色 他把我們當作專業球隊在經營 你知道嗎 很操是不是 很操 我們從成軍到現在 沒有一天休假過 我派的課表明明就還好啊 你們為什麼要喊累 可能我們就像一群就是你知道 小屁孩一樣 就完全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就是會在一個 邊做邊錯的過程中學習 然後我都會跟隊員們比喻說 郭哥就像是一個 你時常搞不清楚 殷勤不定的女朋友 你要常常安撫他的心情 但女朋友郭哥他都會說 你們應該要懂我啊 這是基本禮貌 基本禮儀 你們要把你們的態度拿出來啊 然後我們就像很笨的男朋友一樣 就是講一個做一個 講一個又不小心弄錯一個 搞得他時常很煩惱很操心這樣 郭哥有認真的生氣過嗎 對嗎 哇很認真的生氣過好幾次 他真的是氣到就是脫衣服 就是黃隊的衣服這樣脫衣服 然後就說算了啦 林隊不當了啦 你們愛怎麼比怎麼比啦這樣子 這是對我們非常的失望 我們徹夜長談 然後全團開會 因為隔天就錄影 7點要起床出門嘛 然後讓他們先睡覺 然後郭哥跟我講到 清晨4點 然後講到我壓力超大 大到我上床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沒有睡著 我超走心的啊 怎麼可能不走心 我每天都是哭著醒來的 我還很常跟我經紀人抱怨說 我覺得我人生的低潮 就在全明星運動會 我知道我在這裡的 自己的價值是什麼 進到全明星運動會前 其實我在外面的運動表現 是非常好的 我那個時候總覺得 哇大家蠻強的 然後心裡就暗自打算就是 不要在最後一名 不要脫底就好了 那往往就是這種墨飛鼎 你越是這樣想 你就會覺得 不可能吧 我真的就是最後一名耶 因為現在網路上有很多 壯壯觀察員 我都很害怕就是 我的表現好不好 他們都說 怎麼會這樣 我就說 對不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在練習嘛 還請壯壯觀察員 手下留情啦 壯壯出了在全明星 持續進步中 單身三年的他 也在愛情路上努力著 所以很像他們跟 承認還沒辦法 我們當然是有敬愛戀 遠觀不能卸弱 哈哈哈哈哈 因為畢竟現在開始 錄全明星運動會嘛 真的很喜歡運動 所以我會希望是一個 很喜歡跟我運動的男生 但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就是 對方一定要會喝酒 曾經我也有碰過就是 喝了一兩杯就倒的男生 我都發現 完蛋了 都是我 真的是我扛耶 對 我還要把他扛回家耶 真的不行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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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